今天是我来发布 我们的凯莉的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面膜 我们的代博的这个面膜 我现在来录录像一下 好的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我们代博的面膜 我们这个面膜是由 全球排名第一的 世界上全球 排名目前排名第一的 这个ODM这个工厂 韩国的科斯美斯 和我们一起来合作 研发生产的这个面膜 这个伙伴们 真的是期待已久了 这个面膜将在 11月 11月就要 全球发售 所以今天我跟伙伴们来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面膜 来给大家一个启动的这个仪式 那么让我们了解 我们这个 至尊的这个面膜 这个是 全球 这个排名第一的 OEM ODM的工厂 韩国的科斯美斯跟我们合作 研发生产的这个顶级的一个面膜 那我来共享一下 这个 我的课件 好的 我们这个 复复品的品牌名称 Deborder Deborder的中文名称是 代博尔 我们现在这款面膜是 滋养的 现在是还在那一边 我来等一下 可能看不到我的评论 点错了 好的 那我们这一款面膜的 这个复复品的英文名称 是Deborder Deborder的中文名称叫 戴博尔 滋养修复面膜 这是我们一款 带有滋养 保湿 修复 紧致的一款 顶级的一款面膜 我刚刚可以看到我这个 图片了 自尊秘养 美人美奂 这样一款 高级的面膜 是中文品牌名很好记 戴博尔 那么 这个戴博尔滋养修复面膜 兼具抗老 修复 亮白 为核心的多效面膜 这个蕴含了 澎湃滋养修复的能量 熟水保湿滋润 深层滋养 提炼肌肤 提亮我们的肌肤 修复肌肤细胞 恢复 肌肤紧致 这个紧致感和弹性 抵御粗劳 可以抵御我们的粗劳 那么 滋养保湿 舒缓敏感 有些人是敏感肌 那么可以舒缓敏感 提拉紧致 量则肌肤 修复你的肌肤省伤 这个功效 功效型的 这样一个面膜 修复的这个面膜 Deborda 发现生物的奥妙 抗衰了 从细胞开始 这个跟我们的 这个 散射营养补充剂的理念 和我们整个公司的理念 还是一脉传承的 所以我们在 合作研发的时候 我们就 主要是从这个 细胞找手 科学抗脑从细胞开始 这是我们的一个 奥秘 生物的奥秘 那么 代表我 滋养修复面膜 细胞结抗衰老因子 这里面有我们有一个 核心的 这个组合 细胞结抗衰老因子 微观 铺域肌肤的 长寿密码 对抗 因细胞的跌缘损伤 而引发的一级的衰老问题 改善 疲倦 暗淡无光的 肌肤状态 从根源促进 肌肤新生 在科学的理念下 细胞结抗衰老因子诞生了 我们主要是研究 细胞结的抗衰老因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细胞结抗衰老因子 这个复合的 一个组合 代表滋养修复面膜 修复细胞促进再生 高能换活 健康基础 这里面的有 这个三个核心 四个核心的成分 第1个是 SOD生物酶 第2个是 基态 第3个是 PEPA PHA 这三个 这三个成分 这三个是核心 复合 细胞修复因子 虽老皮肤当中 细胞和 准则的结构 都能变得不再完整 复合细胞修复因子 可以加速 表皮和真皮中 细胞的迁移和增则 延缓细胞端力的速度 阻止氧化省伤 具有强大的DNA保护功能 同时还可以 保护皮肤 免受光省伤 提高胶验蛋白的合成 促进皮肤微型款 加速皮肤的修复和再生 这个里面就讲到了有三个核心的成分 对于SOD来说 我们很多伙伴 都是很熟悉的 因为SOD的话 在我们口服的产品里面 也会有深海朗黄金 SOD是一种 生物体内的抗氧化的金属酶 它能够吹化超氧氤离子 能够 齐化成固氧化氢 然后代谢出去 起到一个这个平衡抗氧化的作用 那么这个SOD呢 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点当中 在2005年版的要点当中 已经明确规定了 它有六个作用 抗氧射 强免疫 去脂 抗氧化 美容 抗衰老 超氧化和齐化煤呢 它是人体的 人类的这个自由基的头号杀属 所以这个SOD的话 也放在了我们这个 复合细胞修复这个 细胞修复因子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分 那第二个核心的成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基态 我们知道自由基呢 它是有理 以油力的形式来破坏我们的 这个皮肤的细胞膜的 降低着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因为你的细胞膜 皮肤的细胞膜被破坏了 那么就会降低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减露了细胞的弹性和活性 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啊会越来越 越来越这个 差了啊 我们自己年龄上去的皮肤弹性 越来越差 那么这个 健康的细胞呢就会上升它正常的功能了 所以呢你的皮肤呢会发现 年纪大了之后啊 随着这个现在因为这个生活节奏快啊 有些人还没有20多岁啊 他的皮肤就出现暗沉发黄啊 衰老起重 那么年纪大一点遭了起重人了 对不对 还有一些 这个细纹啊斑点啊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那么这个鸡胎呢 这个鸡胎呢 这个鸡胎呢 两组鸡胎属成的一个二胎的分子 啊蛋白是可以分解成这个鸡胎 鸡胎最多最 再分解成这个胎啊 那么这个是小分子二胎的一个分子 那么这个鸡胎呢在我们脊椎动物啊 像人的话都是脊椎动物 这个大脑和骨骨肌当中啊都有 呃高的高浓度的存在啊鸡胎呢可以 清除我们在氧化应激过程当中细胞 这个细胞膜啊这个脂肪过多的酸化而形成的 ROS这种活性养殖鸡啊 还有呢这个rpa beta不饱和的脂肪圈啊 具有抗氧化的这个功效 那么鸡胎呢 所以它具有抗老 抗糖化 抗氧化和嗷和的作用 并且呢起活性非常的高啊分子是很小的因为它只有两个胎啊二胎的一个 小分子呢 抗氧化性非常强 非常安全 因为在我们的脊椎动物的这个 这个骨骼大脑里面都有对不对身体里面本身就有 啊 所以呢你它呢具有这个抗 抗这个老化啊抗衰老的这个作用 那么呢它还可以起到的是抗糖激化 抗糖激化因为糖激化的过程呢就是葡萄的 这种分子和其他的糖来呢 这个粘粘在了这个蛋白质上面了 使得这个蛋白质呢 本身这个空间 有一个构型的 分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样这个糖粘上去了之后呢 这个蛋白质就失去活性了 所以呢 糖激化的过程呢就是对蛋白质的破坏的一种过程 所以呢这个基态呢就能抗糖激化 糖激化呢实际上是自由基 并立在一起了之后导致人这个衰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这个基态呢 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然后能够起到 真白皮肤防止这个皮肤衰老的作用 当然基态可以防止冲烟引起的油理肢油肌 这种油理肢油肌呢比太阳光呢 更加能够损伤这个 皮肤啊 基态呢有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3个 PEPHA P-E-P-H-A P-Lotic 它就是一种保护 这个P-E-P-H-A呢是西瓜里面 啊 萃起这种小峰子的天然的一种不性物质 它里面当然有富含的这个维生素 矿物质 啊 这个炭水化合物和氨基酸 它呢能够增强人体的皮肤的自然的防御能力啊 自然的这种防御能力 他们通过两种方式的帮助 防止我们这个皮肤的DNA省伤 啊 皮肤里面因为皮肤细胞 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有这个DNA 那么你的DNA受损伤的时候呢 你这个细胞就会突变了啊 就会失去了这个正常的这个功能了 那么防止呢 还有一个呢 呃这个 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 防止我们紫外线 直接省伤 啊和紫外线的诱导自由剂释放 紫外线也可以诱导我们的 这个释放自由剂的啊表皮细胞也是这样啊 他是 这个一种强大的皮肤的相当一个保护剂啊一个保镖一样 啊 这样也这样一个一个 保护作用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 细胞的这个 复合的细胞修复因子就能 有三个啊这个核心的成分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啊 啊一个是 SOD生物酶 还有一个是基态 还有一个是 PEPHA啊这个保护因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保护因子之外呢 我们呃这个 复合的修复因子啊就是我们这三种啊 所以说 SOD的话是 抗自由剂的第一道防线 啊它有三抗 抗糖化 抗光化和抗氧化 加强和 保护皮肤和胶原蛋白的弹性 啊 因为你光化只有 之后啊糖化之后 你的胶原蛋白的这个弹性就失去了 皮肤就没有弹性了 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SOD呢它可以通过 叶子这个乱三酶 啊防止这个黑色素的形成 基态基态呢就是刚刚我讲到了保护这个碟源免受损伤 紫外光线对它造色以后自由剂的 氧化清洗减少胶原蛋白的糖气化 啊 皮肤重新变得紧致有弹性 糖气化就是把那个 蛋白在这个空间改变了啊 粘在一起了 啊我们想象一下 PEPHA的话强大的 细胞的DNA保护啊 所以这个复合的细胞修复因子 它对DNA的保护都 有很强大的功能 防止紫外线直接 省伤和减少皮肤细胞的DNA 核干酸的氧化进程 DNA的核干酸氧化之后 那么这个细胞也会老化 也会突变 那么还起到了这个 这个PEPHA的话也有皮肤的紧致作用 这个基态的话 也有这个作用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面膜这个用了之后 这个呢 我那已经用过了 我已经用过了 那用完了之后呢 那觉得皮肤那是有 很好的一个紧致感 所以呢我们不管 这个20多岁啊年轻一点 特别是年龄要粗老了 那我们大家都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一个面膜啊 这个 这个面膜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下后面还有一些这个 核心的一个成分 我现在介绍的都是核心成分啊 代表的滋养修复面膜 逐越的修复力 啊 加成多重的 舒缓保护 防腐 平衡细致皮肤 搭载多种舒缓的修复精脆 强嫩皮肤的这个皮脂膜 从根源上修复我们的肌脂 缔造 强嫩的肌肤 那么里面呢 这几个核心成分 一个是富含我们 机器草的精脆 啊 等会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机器草有什么作用 还有呢这个神经线NP 啊 还有呢这个 属葵花的精脆 还有呢这个 深海的藻蹄球啊 海藻的祈求 属于说呢 奢嫩封硬 啊源头呢 激活我们的肌肤治愈 啊这个 这个这个 几种成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机器草 啊机器草呢它可以促进了 成千维细胞和胶原 这个胶原的细胞的合成了 啊 机器草本来它有抗氛消炎的作用了 所以呢机器草在这个富含品道上用的 还是很多啊 那么它可以成为这个 主要是有主要的活性成分就是机器草里面有一种草酸 还有一种呢枪肌的机器草草酸 啊机器草草的这个枪肌啊 枪肌这个机器草取取物呢 具有抗菌 抗菌的这个活性作用 啊机器草那个 里面的机器草酸和枪机机器草 这些活性物质呢 它可以 啊这个这些活性 啊 角化肝呢会 酸化 植物细胞中的细胞症 这种这个活性物质呢 可以保护 植物自身啊 它有底居这个 酶菌啊 酵母菌的清洗啊 所以呢 它本身这个植物里面 它 这种成分含在植物里面 它也是保护植物本身的 那我们提起出来之后呢 当然它对 这个 金黄色葡萄酒精啊 在水眼里面已经表述出来了 啊 对于绿龙感经啊 触疮感经啊 都有一致作用了 所以呢 它有消炎这个作用 介绍提起物呢 可以减少炎症 炎症的反应 因为皮肤上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炎症啊 提高我们这个肌肤的修复 啊 产生了一个自身的一个屏障 纠正我们这个皮肤啊 功能稳了 啊 那么你如果说你的皮肤在太阳底下晒了 晒了的话有些人皮肤啊 就会泛红对不对 还有一些呢用了其他的一些物质呢 就会敏感 所以呢 你晒后呢可以帮你修复啊 贴了这个面膜 贴上这个面膜 还有呢抗敏 舒缓的这个作用 当然 金黄色葡萄呢 他刚刚我刚刚讲到了 还具有那个 呃成纤维细胞 和胶原蛋白 合成的促进作用 因为我们皮肤让那个胶原蛋白丰富的话 我们的弹性就好对不对 他可以促进呢 呃胶原蛋白的那个合成 还可以呢促进这个双口一合 啊 事件的露牙发生 所以说呢 促使呢皮肤角色化 和表皮再生了 啊皮肤的新陈 新陈代谢 帮助呢 这个新生出来 啊 他用卵磷子呢能够配合使用效果也非常好 可以来清除我们这个 面部的青春痘蕾啊 他对青春痘蕾也是有这个 去除有好处的 啊调剂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 啊 那么对我们这个皮肤呢还要促进多糖的分泌 包括我们多糖的话我们有这个透明之山就是我们剥尿山 啊 所以呢继续炒呢他可以增加皮肤的保水度的 啊我们可以保湿啊保水 继续炒呢还有一致这个 黑色素这个活性 啊所以呢继续炒他 也有这个美白的美白的这个效果 啊 那第二个成分呢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心安 神经心安呢他也是一个皮肤的 这个皮肤屏障有保护功能的啊他能够保湿 能够修复啊这个抗衰老啊修复我们的这个皮肤细胞 啊还有抗衰老的作用 那么皮肤里面当然我们皮肤的这个角质层啊 角质层这个含水量啊少了之后的皮肤也会不好 所以呢你用了这个 啊 这个 这个神经心安啊用到皮肤上 那么可以使得我们皮肤的水分呢含量呢 达到很大的提高所以呢他这个 保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啊所以呢这个神经心安呢作为这个 呃角质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理指质 在角质层里面呢他可以形成一张网状的这个结构 啊 可以提升我们这个 呃皮肤这个导电啊皮肤的 导电的效果 还要数住我们这个水分啊所以这个 神经心安也是有 熟水保湿这个功效的 啊可以增加我们角质层这个厚度提高皮肤的 池水的能力啊 把你这个水数在里面 那么这个皮肤的弹性呢就增加了 啊神经心安到了他还有这个 可以降低皮肤的有些炎症 啊皮肤的修复 维持我们皮肤这个稳定性 啊让你的皮肤呢 越来越小越来越好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呢 鼠葵的气球鼠葵呢他紫外里面呢 还有黄铜类的物质 啊所以呢他被紫外线的那个 抵抗呢有很好的这个 抗紫外线的这个保护作用啊 所以呢他 对防晒啊抗紫外线有好处啊 那么对主主着这个 蛋白酶有活化的作用啊对纤维 这个对纤维牙细胞有真正的作用啊 那么对自由基当然了他也能清除 所以呢他可以增加 皮肤的新陈代谢 有抗衰老的 这个作用 那么有抗炎的能力啊所以呢他具有非常好的 这个 保湿的啊有保湿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这个 鼠葵提起屋啊啊鼠葵花 这个提起屋的话精确的话 他有这个忧郁的保湿功能 还有呢我们这个 深海藻的这个提起屋啊 他可以改善油脂分泌啊这个深海藻里面还有丰富的 呃里面海洋里面这种物质他还有丰富的这个 氨基酸啊这个氮氨酸光氨酸这些 他可以呢防止我们的皮肤干燥啊 所以呢使得我们的皮肤呢 更加富有光泽啊 对干性皮肤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一个呢 还可以改善这个油性皮肤的油脂分泌啊 这个防止这个色斑啊海藻中呢 这个维生素非常丰富啊使得我们的皮肤组织呢 可以健康的生长啊减少这个色斑嘛啊 所以说呢这个是个物质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 除了这个是个物质 金鱼草啊还有我们的神经线 还有我们的这个鼠葵花金翠 还深海藻的这个提起屋啊 这个作用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 美白啊啊其他之类的物质 那我们有四种的啊美白成本啊 精准的部分 这个肌肤呢 勾从了亮白 特别添加了 烟鲜胺啊 还有呢白威 色滋和大豆的这个精脆啊 大豆的这个大豆精脆脆起的蛋白 进一步呢为肌肤啊 这个 这个细胞呢 护理啊强效的清除热肠 环境当中的肌肤色素成早 有效的减少肌肤的负担 实现了肌肤的白皙净透 解决我们 泛黄的这个粗糙的这个问题 丰富的精脆液 一片的 让你静享愉悦的肌肤SPA 啊护理 同时呢解决保湿营养 修复的多种功效啊 这个呢我在用了之后啊包括这个里面还有一些 呃 这个一片面膜拿出来之后呢里面还有一些那我就涂在 涂在这个手上啊啊那这个皮肤也是 非常好啊像我们 年龄上去的话我们 男士啊其实也是要 可以附一个面膜啊 所以说呢这个对自己这个皮肤啊有保护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呃这个适从的 配置 这个烟纤啊 烟纤呢他可以 减少这个黑色素的生成的啊 所以呢他这个 他这个美白啊 美白的这个 功效在我们皮肤界呢都是有功认的啊一致认可的 那么他从哪几方面来 来美美白呢 第一呢他主要是加速了这个 新陈代谢啊烟纤 我们我们大家知道 烟纤就是烟纤丹和肝酸的前几物质啊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这个烟纤啊 啊 这个烟纤就是NR 烟纤啊 第一代的也是抗衰老的物质 可以口服的 啊 可以用在30营养补充 补充剂里面 啊就是NR 那么这个NR呢他是一个 加速了这个新陈代谢啊 促进了黑色素的 角质细胞可以脱落下来 啊 皮肤呢 皮肤那个代谢的时候他也要充足的能量 这样的回事才能完成他的生理智能的 啊 他也会有这个 皮肤 皮肤的细胞 啊他有充足的能量之后呢 他可以 呃让这个细胞新生啊 产生新生的细胞 合成胶原则 啊合成这个蛋白则 还有这个DNA合成的时候也需要用到 啊 那么老化呢往往是造成这个细胞啊 细胞这个能量减退了他也会老化对不对 所以我们口服也是有效果的 当然我们这个面膜直接敷的话 啊对我们这个能量细胞直接啊 啊继续到我们这个皮肤细胞 那我们加快了我们这种新陈代谢了 新陈代谢慢下来你的皮肤呢 呃这个皮肤啊这个色素成着 越来越暗淡啊无光 那么那个肌肤的含水度也会降低啊 角质了就不均匀了皮肤不啊 年纪轻的时候皮肤很光滑很细腻对不对 年纪上去之后就有的 很粗糙了 所以烟纤的分子很小可以直接被我们的皮肤细胞吸收的啊 啊烟纤的能够跑步皮肤这个能量平衡 所以呢他主要是 第一步主要是加快这个 新陈代谢啊保证我们这个细胞的能量 还有呢加质胶原蛋白合成 啊避免了这个肌肤啊油脂含量过低 油脂含量过低的话也会干燥嘛 角质层变古了啊 啊导致黑色素过度成着了啊 此外呢就是烟纤通过加速这个肌肤啊 更新促进我们黑色素的角质细胞脱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 啊起到了这个对皮肤的保护作用 那第二个方面呢他还可以作用于黑色素啊 这个黑色素呢他会向表层细胞迁移 啊再就是像表层细胞迁移的之后呢你的皮肤 就会看到就变黑了对不对 所以烟纤呢 产出于产生黑色素 他可以一直黑色素40%左右啊 从黑色素呢 这个细胞向 角质细胞的传递过去 传递过去你的皮肤就看上去黑了啊 所以呢就会减少这个 呃色素的沉沉淀下来 沉浸下来 所以呢 烟纤如果添加在妇妇品当中呢 他可以减少这个皮肤棕色斑点 啊这个 就是变少了这个斑点变少 所以呢 可以淡化淡化我们的这个斑的啊 所以烟纤呢作为美美白啊 他有美白的这个效果啊 我们用上去非常好 促进了我们这个皮肤的蛋白 蛋白这个合成 改善我们的肌肤啊 肌肤的这个质地啊 这个质地液了也好了 烟纤呢 可以出击我们的这个 呃 就是你皮肤上面有这个 表层啊 蛋白质的合成的 啊 所以呢 你表层蛋白质丰富了之后呢 你的皮肤底液能力也增加了 啊 增加这个皮肤的寒水 所以 烟纤在这个腹肤瓶当中呢 也是非常好的啊 那么烟纤除了美白呢 还可以呢 这个 啊 认为呢 对皮肤呢 摔老护肤当中的 这个 呃 皮肤的暗淡 发黄 啊 修复角色层 抵抗啊 提高这个皮肤的抵抗力 啊 对皮肤的这个水油平成呢 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 防止我们的皮肤干燥 啊 达到保湿的效果 所以呢 这几个成本呢 都有保湿效果的 啊 那么还有呢 生成熟水 啊 熟住我们的水分 还有 烟纤呢 这个腹腹瓶里面呢 都有极强的熟水功能的 啊 熟水 鼠在里面还有呢在这个 保湿这个功能啊 所以呢 适从适从的这个美白啊 美白还有对我们的这个 保湿作用 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烟纤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白威 白威呢 它主要是有 对美容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啊 明显可以去斑 增加皮肤的美白度 那么这个 呃 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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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它是零质的一种 然后它对胶炎蛋白 脑腺炎的生成呢 有促进作用的 啊 它呢也能 测脂这个萃取物啊 精吹呢 也能提高这个胶炎蛋白的 这个啊 使得胶炎蛋白的这个再生啊 促进上这个皮肤的 新陈代谢 啊 它也有抗氧化 还有抗皱的这个 效果 抗衰老的这个效果 啊 那么它对呢 荧光树莓呢 有活化作用具有抗炎的作用 所以呢 对当然它这个测脂体球对 乱三酶 乱三 乱三酶如果没有液滋的话 它就会形成黑色素的 乱三酶有液滋作用了 可以美白我们的皮肤 啊 结合呢 它有保湿的功效 所以呢 它有 这个抗衰老啊 美颜美白啊 保湿啊 促进皮肤 还有它这个 血液情况也会加快 所以这个测脂精确呢 这个成分也是非常好的 啊 那当然 还有一个成分呢 就是大豆的发酵 啊 大豆发酵之后的这个 精脆萃取物 它那也可以 提高我们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 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大豆这个发酵萃取物之后 它可以 呃 减少我们这个年龄上去之后 皮肤里面的荷尔蒙分泌减少 造成我们这个皮肤松垮了 松弛了啊 松松垮垮了 那么这个皮肤呢 就能紧致一点啊 保持这个皮肤的弹性 啊 还有一个呢 它也有美白的效果 所以呢你如果说用这个 呃 长期使用这个里面含有 大豆发大豆的发酵萃取物的 这个面膜的话可以起到美白蛋斑的作用 还可以呢促进呢 这个 纤维芽细胞的生成 啊 它可以使你的皮肤呢 更加 活化 抗衰老的作用啊 能够保持皮肤呢 我们这个水分 啊有保湿的这个作用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适从的这个配方呢也是 啊 对我们的皮肤作用非常好啊 那我们使用这个面膜呢 就是 呃里边的这些核心成分啊 啊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核心成分 重点呢 因为它整个一个面膜的配方里面有几十种成分 啊所以呢 重点的成分呢跟你讲一下 这是抗衰老的一个秘密的一个机密啊 一个配方 啊 当然我们再看一下我们 呃 除了我们的这个核心成分啊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对于这个 面膜来说还有一个 啊 我们这个鸡膜啊等一下我会讲这个鸡膜 那么戴博这个面膜呢 成分安全品质保证 啊 还有12种的无添加啊 我们这里面没有没有添加这个啊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无尼泊尔金啊尼泊尔金的子类 无酒精 无矿物质 无硫三盐 无合生思素 无石灰粉 无PEG的衍生物 无敏感肌的 可用的啊敏感肌也可以用的 可是 以通过皮肤这个刺激啊 刺激性斑点实验 所以我们为什么找 全球排名第一的 这个ODM的这个 化妆品服务品的全球排名第一的 这个科斯美斯来给我们合作研发 生产呢 因为我们这个研发就花了大概6个月多 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对这个皮肤的测试 稳定性 所有的视野原料的把控 所以说呢 不会去找那些小的企业啊 为了贪图这个可能成本啊 找这个小的企业去做这个质量差的 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产品 啊我们不管是我们三次营养补充器 我们自己研发 呃产供销 但对于我们这个 呃付货品不是我们的强项 但是我们找全球最好的来合作 啊 所以呢我们这个 非常的安全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我们这个肌膜啊 面膜这个里面有个肌膜 啊贴肤感很好 然后贴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感觉它越来越紧致了啊 收紧了 所以呢他用了这个 足纤维的这个膜布 良好的偷顾性啊 优越的贴肤感 所以说呢这个蘑菇呢 吸收精华液之后呢 和我们的皮肤呢就完美的贴合了啊 它好像现在上面也了 不易脱落的 我自己使用了我 之后这种感受非常良好 蘑菇呢 揉揽轻膚 啊会随精华的吸收呢 而细微的收紧 收紧的话本身啊 本身的话对你这个皮肤有紧致有帮助了 从而产生 提拉的效果 提拉紧致的效果 高吸收力 可惜说呢 这个自身的7倍的这个精华液 贴肤面部之后呢 长效保持 啊 有效的提供这个养分 所以说呢你看 我们要是用这个 这个 竹纤维的啊 再生竹纤维 这个 来使用的话 对我们本身的话这个贴肤感啊 啊它是尤其是称之为一个生态的啊 如果这个粗纤维里面的话它本身它有抗菌作用的 粗纤维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坑 它可以24小时呢可以杀死 73%的细菌的啊 它有 不是有一些那个毛菌啊 洗脸的这个毛菌啊 面菌啊 它也有出纤维 制作的 它本身有抗菌作用的 所以呢它没有其他的 不需要添加其他的那个 呃这个 荧光剂啊其他的成分啊 对皮肤本身就没有刺激作用 啊真正那种生态纤维 所以呢我们 它这个甚至比那个棉啊还柔软 所以呢我们用的是 最好的这个肌膜啊还有这个丝滑丝绒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呢整体整体来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面膜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呃 布敷的仪式 啊清洁面部之后呢就面膜打开啊 就附在这个这个 面上轻轻的调理你这个 呃面膜完整贴合享受 这个20分钟就可以取下来了 啊 啊那么按摩面部的精华液啊完全吸收 就可以了